今天中央比赛对手都是被表现成积极 在接近的时候是怎么去掌握主动的呢? 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吧 因为其实面对韩颜姐其实在王游会也打过两次吧 虽然说也是时隔了三个月吧 但我觉得面对今天这样的比赛自己也去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吧 因为我觉得毕竟韩颜姐她还是实力 包括她的后手吧 我觉得因为销球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厚实度吧 所以自己在面对今天这场比赛还是做好了困难准备吧 然后也做好了她会有一些进攻啊 包括一些选战上的变化吧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 今天打三场比赛 就是说第三场销球的时候觉得现在体能储备怎么样?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吧 我觉得其实体力上还是觉得储备的还不错吧 主要就是精力上吧 因为三下可能会很密集吧 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多去休息啊 包括多去想下一场转换的时候需要快一些吧 随着后面的比赛嘛 就是月儿月做了什么比较熟悉的对手 那准备方面会做出什么改变呢? 我觉得肯定一场比一场困难吧 但我觉得还是需要自己去全力以赴去面对每一位对手吧 然后在困难准备上包括各个细节方面吧 希望自己再去做得更好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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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